第一 在澎湖當地有一群堆疊米歸的師傅 每到元宵節前夕他們總是忙個不停 目的就是要將流傳百年的起歸文化繼續傳承 也希望能將這個傳統文化藝術發揚光大 一包包六公斤重的米一層一層的堆疊起來 看上去超壯觀 這一群平均年齡都六七十歲的老師傅 就是澎湖受過僅存會堆疊米歸的師傅 而今年元宵節前夕他們傳承記憶 澎湖元宵節起歸文化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早期的仿片歸如今沒辦法消化 所以就改成大米歸 而堆疊米歸也是二十多年前 由這一群師傅所研發出來的 這一項技藝一直延續到現在 也成為各廟宇在元宵節當中所呈現的重頭戲 用這種米包將它疊成這個烏龜 讓這個新種來祈求 最後懷孕得非常的好 後來就是一直延續到現在 鬧元宵活動各廟五花八門 而澎湖的堆疊米歸傳統文化藝術 也將跟著起歸文化在這繼續傳承 記得言語龍澎湖報導